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 我们这礼拜的作业是要把这个舵机跟LED的作业完成 那现在呢我们先示范一下 现在是属于所谓的类比模式 那类比模式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模式里面 我们用这个可并电阻的角度来控制它的角度 这个舵机的角度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所谓的类比模式把它切换到数位模式 那现在在数位模式下呢 这个可并电阻就变成了是在调速的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让它转到某一个角度 那在这个所谓的数位模式下 取决于第八号的PIN 取决于八号的PIN 它是不是Ground 八号的PIN如果是Ground的时候呢 它就会转到某个角度 否则就转到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它要在这两个角度切换 那同时可以发现呢 我随时随地可以改变我的心意 它跑到一半还是可以跑的 那此外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可变电阻来改变它 所移动的一个速度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速度呢 是比较慢的 那刚刚发现我们转到某一端的时候 舵机有很大的噪音 这是因为舵机有时候品质比较不良 所以它在比较靠近零度 或是靠近180度的地方呢 它会有一个比较 怎么说比较大的一个噪音 它其实是转不过去的 我们现在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那我们现在可以示范用可变电阻来改变它的转速 可变电阻改变它的转速 所以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现在反方向再走回来 我们可变电阻来改变它的转速 OK 那这礼拜的作业的重点呢 就是要把这个作业里面的LED灯的部分也完成 那另外呢 我希望你们在做作业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每一行 你们把它看懂 而且加上注解 那另外就是我在里面也写了一些小的注解 希望你们可以花点时间看一下 好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 舵机加LED灯的 这个数位跟类比模式切换的作业 好 谢谢